前段时间 里水晋云新区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 说是自家的烟酒店被盗了 接警后 民警立即赶赴现场进行调查 他们这个给你推倒了 这个等位是这里就从这里就下来了 它就是没有了 没手 手都灌在这里 灌在这里面 这个东西没了 这个断掉了就是掏出来了 就这个推断掉了 这个是我最害怕的 害起来 事发当天一早 发现店门异常后 麻先生立即清点店内财物 结果丢了不少名贵烟酒 损失近一万元 于是立即报了警 20块以上的 20块以下香烟都不要了 他就是等于是 那上这些这个便宜的都不要了 而就在民警勘察现场时 指挥中心又传来消息 说又接到几起类似的被盗警情 被盗店家也在附近 这家离烟酒店不远的文具店也遭了贼 店内的零钱和香烟被洗劫一空 就是这里打开一封钱都没有 才知道进水了 开这个钱的时候才知道 然后下面香烟也都空了 这样子 香烟在下面 对 在这个柜子 就是好的香烟全给你拿走 这他差的不要 好的拿出去都给你拿去了 民警查看了几家被盗的店铺 发现都是双开玻璃门 门锁也都是普通的U型锁 他们这些店铺 现在都是以那个玻璃门为主 玻璃门 然后他们把那个玻璃门的门把手 直接给弄坏掉 然后进入现场作案 民警根据案发时间以及作案手法 判断这几起盗窃案 很可能是同一个团伙所为 随后 民警查看了店内和周边的公共视频 发现这伙盗贼十分猖狂 不仅只对名贵的烟酒下手 而且目中无人 作案时还嬉戏打闹 据初步统计 这几起盗窃案 涉案金额达四万元 先是翻许他们的那个收银台 因为现在这个商铺的收银台 都比较好打开 他们一般也不锁的 如果是在烟酒店的话 他们会拿一些价值比较名贵的烟酒 然后离开现场 由于案发在晚上 嫌疑人脸部又有意避开店内的摄像头 其身份亦是难以确定 民警通过路面公共视频追踪 对嫌疑人的行动轨迹 做了进一步调查 发现这伙人作案时使用的交通工具 都是沿路偷来的 他们的手法比较专业 这些电瓶车电动三车车没有钥匙 他们也能够用接线的方式 启动这个三轮车和电瓶车 由于嫌疑人作案手法娴熟 民警判断这伙人应该有过犯罪前科 通过大量排查和比对 民警终于锁定了三名嫌疑人 李某 唐某和秦某 并在温州警方的配合下 将三人成功抓获 目前三人对自己的违法行为 共认不讳 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记者王延渊 编辑报道